欢迎我们的全面进场 10月29日礼拜二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表帖文指出 担心土地供过于求 认为土地和房屋供应持续增加 会衍生负资产问题 以及加重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 吸收过去多届政府的经验 认为开发土地工作是要持续去做 不能够因为楼市波动而停滞 陈茂波益述 2003年起香港多年都没有卖地 又停止做地 后遗症影响很大 陈茂波指出 特区政府要持续做地 及早筹务 建立土地储备 同时密切监察市场变化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梁振英现在又再发言 发炎还是发炮呢 他因为说了一些东西 和现届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是很不同的 他说担心土地供过预求的时候会衍生很多问题 陈茂波就说没有有怕 是要持续去做 等同于是驳斥了梁振英的意见 我们先看看梁振英的说法是怎样的 他说目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应确实是短缺 但这是目前的 未来供应量不是越多越好 因为需求都不是无穷无尽的 除非免费赠送 看看其他市场严重供过预求的现象和效果 就会知道 我们要科学与专业地拿捏好未来的需求量 从而尽量做到供需平衡 市场价格是敏感的 稍微供不应求 楼价就会上升 稍微供过预求楼价就会下跌 过去两三年 经济问题造成了需求下跌 同时过去十年的造地计划开始建效 楼价下跌了两成左右 政府又要救市 其实不止两成了 大约就是三成 如果从21年的顶峰计的话 梁振英就说 将来的需求有没有那么多呢 供应大幅增加 楼价大幅下跌 对解决住屋问题固然是好事 但衍生的负资产问题 金融问题 和政府财政问题 可以如何应对呢 过去开发新区 政府靠卖地都有钱赚 但由于新开发区的发展密度越来越低 每赤地价收入下跌 加上规划标准 工程难度 宜山填海造价和收地赔偿越来越高 新界东北可能是香港最后一个政府有钱赚的开发区 以后在地图上画的这个新区 每一个都会入不敷枝 都要靠政府的补贴 通往新区的昂贵公路和铁路就更加不用说了 这个将会造成政府财政的重大和结构性改变 我们先检视一下梁振英说的这些担忧是否合理 我认为是合理 第一他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 就是说新界东北是政府最后一个有钱赚的开发新区 以后所有的都会蚀钱 所以无论是明日大婴也好 或者是北部都会区也好 按照着梁振英的说法 都是会蚀到贪贪腰的 我们又可以看看 过去这两三年 特区政府有没有着手来尝试夹发展商 来到去保地价在这个北部都会区 是有的 但是包括长实和恒地在内的发展商 都夹它不了 政府夹它不了 政府就说你是保地价 保地价的时候你就要开发新区 你由发展商牵头来到开发 你由发展商牵头来到开发 当然政府的成本就会减轻了 因为它又要有很多的配套等等 现在人家不肯就范 不肯妥协 政府就给了一个选项 要么你就是保地价去发展 建房子 不然政府就用农地的价格收回你的地 它宁愿让你收地也不建房子 这个已经是敲响了一个警号 即是它完全不看好 如果它看好 不发展的自己 没有理由不自己建房子去卖 怎么说也说不通 即是不看好 所以你说梁振英说这件事 它有机会是成真的 即是说东北已经是最后一个有钱赚的开发区 将来你任何一个区 都会蚀到贪贪腰 政府补贴 那就死了 它指出了一个重点 将来是入不呼之的每一个区 第二个就是说 它指出供应大幅增加 楼价大幅下跌 是会衍生负资产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在过去这一两年 已经是浮现了出来的了 最多的时候 就上到十万宗负资产了 现在稍微 就减少了 去到三万多个 那么陈茂波就好像大安指引 说到没有问题了 回落了 但是 这个究竟是短期的回落 还是长远来说 其实 又会反弹呢 我很不乐观 对于负资产这个题目 为什么呢 现在有很多那些一手的楼盘 号称就卖个满堂红 又说如何入票 入到爆了 又说多少人去看楼 又说创了这个开埠的记录等等 个别的楼盘的而且确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回香港 私楼的潜在供应量 是还有十万零八千伙的时候 这个是很不乐观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单位 准备推出市场 有部分是滞销的 摆在这里没有人抠的 故此我们不能够报喜不报忧 只是聚焦了在卖得出的楼盘 其他卖不出的怎么办呢 好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 个别的一手楼盘 它的销情是好的 但是这个背后反映了什么的现象呢 就是说 这些一手楼盘 其实就是在市场上 那边吸纳了很多的购买力 换言之 你好说 在二手市场的交流头 又会淡静 不信大家看看 无论是之前 尝试的油塘亲海液 大卖也好 或者现在新地的 启德天晒天 又是大卖 满塘红了 它都是一手市场 擠押二手市场 这个我们是一早指出了 有这个现象出现的 好了 在这些楼盘大卖的同时 其实很多二手盘 那个交投量是急跌 因为没人去押了 每个都走去买这些新盘的时候 那就怎么样 好了 再加上就是 一手的盘源之间 它其实都是互相竞争的 这个楼盘卖得到 其他那些没人去押的那些 那些当然 都不是一些好的消息 那么报道的篇幅就少一些 所以 现在进入到一个现象 似乎就是 可以叫做一帐功成万骨夫 个别的楼盘卖得好 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楼盘是滞销 还有很多的二手楼 要凭价洩 大家看一下那些报道 虽然它们不会是很大蝙蝠去报 但是很多二手楼盘 尤其是那些所谓半身盘 就是说它买了回来三到五年的 是亏得很厉害的 连这个大围的 那个柏奥庄 之前说得多厉害 接近这个大围站 又说如何地理位置优越 一样是亏 所以 根本上 你不要说个别的楼盘卖得到 就令到好像整个香港的楼市是转势 我暂时看不到香港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向 你不能够被个别一两个星期那些 稍微回弹的波幅 就当了是一个趋势 所以你说梁振英的担忧是否合理呢 我认为是合理的 你投放那么多钱 一旦又搞明日大嶼 一旦又搞北部都汇区 北都的成本就会轻一点 但是都是投入很多钱 那你做地 做那么多地出来 有谁去买呢 是否那些发展商会不会是 很热冲于走去竞投呢 还是还是很消极呢 这个态度 其实 最近这两三年大家看到的 不需要多说 故此他判断说 东北可能是最下一个政府有钱赚的开发区 特区政府都要听一下 你不要说那些刁文 盲毛在网上说 梁振英都这么说 那是不是要听一下呢 那我们又看看陈茂波 有什么反应了 陈茂波在电台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他在美国纽约期间 和当地的金融和商界进行了不同的会议 向他们解说香港的情况 就说 业界对于香港和内地的市场 都仍然有很大的投资兴趣 但是未能够完全掌握资讯 加上地缘政治的影响 对于香港投资 在香港投资还有犹豫 我真是很质疑一件事 现在特区政府常说的 KPI 即是指标 究竟 陈茂波司长频频地去外访 他为香港带来了什么经济的好处 对于整个社会有什么卑异 还有我想问 陈茂波现在常外访来 又说去沙特阿拉伯 又去利亚德 他现在常去的 我不知道他对于香港有什么得着 但是一定有费用 我想请问陈茂波是乘搭经济仓 还是乘搭商务仓 因为这个牵涉到公帑 如果他自费的话 是投等仓 不要理他 你用公帑 你看看新加坡总理王秦才 他也是乘搭这个辅航 乘搭经济仓 而且受到全机的旅客烈烈鼓掌欢迎 你陈茂波是乘搭什么仓等 这些牵涉到公帑 这些是没有记者问的 是否像董太太那样 要指定乘搭1A座位 我又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要解说 你的成本很贵 周围去 第二 他去到当地人 别人告诉他很有兴趣投资 但是很犹豫 就是跟你说 我们有空喝茶 一样 对你很有兴趣 但是很犹豫 即是混吉 你兜口兜面 难道跟你说没兴趣 大家这些基本礼貌 是吧 你不可以当是真实的说话 好了 然后陈茂波又说到 香港的股市因为地缘政治受压 同时受到内地经济影响 中央出台多项措施以后 外界对香港的股市反应转变 投资者就发现香港市场的股值偏低很多 那些基金经理就怕执输 于是一窝蜂就涌进来了 那谁还去买港股 我恭喜他 希望你执多一点 希望你走得及 走不及又坐 今次不是再坐一会 这么简单 不知道坐多久 陈茂波又说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 涉及到40亿元的经常性开支 当中北部都汇区发展 就是会尽量利用市场资金 包括公司仍合作 改善基建和交通接驳等等 对于梁振英说到 担心土地供过于求 陈茂波又说 吸收了过去多届政府的经验 认为开发土地的工作是要持续做的 不能因为楼市波动而停滞 陈茂波的益述 2003年开始 香港多年都没有卖地 又停止做地 后违影响很大 政府要持续做地 及早筹务 建立土地储备 同时密切监察市场的变化 我真是很质疑 陈茂波说这些 你有没有是真是总结经验的呢 第一 他说 做地的工作不能因为楼市的波动而停滞 其实梁振英也不是说到 只是单纯楼市的波动而停滞 而是说到需求方 价格只不过是其中一件事 需求减少才是关键 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多人买楼呢 你在那些人口替保那里 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香港的整体人口上升到750多万 但是那些人来到就不买楼的 你现在其实买来买去 都是那些港票 和对于香港很有信心的 基本上要立势和香港共同进退 要和香港做命运共同体的人 才会还在香港买楼 现在香港买楼等同于 将香港的前途和命运 以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捆绑在一起 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你买楼 除非你是full pay 要不然你要供应 你等同于将自己的命运 押住在香港身上 我就建议大家 一向都要看清楚 但是 你现在买来买去的 那些购买力都是那些人 你有没有新血 你是没有 你找哪里来 外国专裁走了 本地的中产家庭走了 有些是在走 存够钱就走 所以 需求是下降的 好了 同时你也说 陈茂波就说 益述03年的经验 这些又是和伯家乐看路纸都没有分别 你看路纸都算了 整堆牌都转了 2003年和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2003年 特区政府当时不卖地也好 他仍然可以维持到财政收支平衡 虽然有财赤 沙士那年 但是 他不卖地之余 他还可以维持到财政收入 还有就是说 喂 当时 美国佬还没动香港 还看你台戏 那你就继续有戏唱 现在美国佬不看你台戏 他连那个 领事馆的宿舍地皮都卖了 他不看你台戏 你没有戏唱 所以 已经不是他喝牌了 换了喝 你不要再拿回之前的路纸 要持续做地 要停止做地 就会有很后遗的影响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以往本地的需求 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强劲呢 还是 从这个03年至19年期间 其实有很多外来的资金 主要是来自大陆的资金 经过香港的楼市 作为跳板 来再走资去外国呢 有多少来自大陆的资金 下来香港炒楼呢 陈茂波司长 你刚刚才切辣 你没理由不记得 以往是有很多大陆资金 涌下来的 好了 现在一来 大陆本身都干疼了 又说打贪了 又说要收紧走资了 二例就是 香港本身已经是否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给到那些大陆的有钱人 有个信心 他可以放些钱在那里 作为跳板再走呢 他都嫌太慢了 现在是 还有你是会蚀本 他不肯 现在很多大陆的资金 去了东京 事实上就是 你看看东京现在的楼市 是升到离谱的 就是很多大陆的资金 炒起了 为什么香港是一缺不振呢 不单止是本地的需求下跌 最惨的就是 那些大陆老人都不来买 为什么不来买呢 因为他已经觉得不安全了 他觉得 为你香港和大陆的区别 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你又国安法 又23条 又爱国者治港 还加一条民伤事法 那里死 你是可以将大陆法院的判决 拿来香港互认 申请互认 一互认起来的时候 他在大陆被人追债 他可以在香港那层楼拿去充公 那怎么办 他怎么会还在香港那里买 他在东京买一层楼 很安乐 他在大陆被人脱腹也好 他不可以充公在东京那层楼 对不对 这些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早就指出这个观点 所以现在有些报道 很多那些什么东西 普通话拼音的买家去买楼 那些是港票 那些港票 因为他已经在香港那里住惯了 和你加上切辣的时候 那他便买楼 你便释放了他的购买力 他亦都不介意和香港做命运共同体 那他便去买 他对香港有信心 那些是否大陆老 很多都不是 故此不要一见到普通话拼音人 就当正他是大陆老 大陆资金 其实有很多港票 他跡压了很多 因为之前有辣椒的时候 他不买 因为你要他先交辣税 然后拿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才释放辣税给他 那他便不买字 现在你说切辣 那便释放了一群人出来买 那些是港票 很多买启德的都是港票 不是大陆老 所以是有一个区别 不是纯粹来自大陆的资金 他在香港赚的 其实那些钱也是 在那些中资机构打工 所以 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个 功过于求的情形 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楼市 故此 土地将来都会公过于求 但是陈茂波就说 不要紧要的 要及早筹押 不要重复03年的经验 那你就放长双眼看看 支币就是 这个成本就是由市民共同 来分摊的 那一刻糟糕 那好了 陈茂波又说 特区政府是会继续发债 初步的规模 每年就是大约1200到1300亿元 未常还的债项 只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6% 在全球来说 都是属于低的水平 预料5年之后 那个债务都只是占大约1成3 认为有足够的资金 是支持基建的投入 2025年起 将会进行财政整合政策 每年削減政府开支1% 预料3年就可以让政府回复收支平衡 这些根本上是画饼 你每年削減财政开支1% 怎会3年收支平衡 大哥 你债务的比重不断上升 又要还息 你那个开支 只不过削1% 你现在每年的财赤 差不多1千亿 你是怎样呢 杯水车身 另一个就是 香港将来的公共财政 都要靠发债到日 这些是很不健康的事情 你现在初步规模 就说发12003亿 5年之后占1.3% 你一直会上升 你其实呢 发开债 你就不能只维持着 现有的规模来发 否则是白痴的 你今年发12003亿 下年你就要发14005亿 否则是怎样还 你要还息 你的利息成本只会越来越增加 因为你一定要愈发愈多 你才能还到那些利息 是不是这样计算 如果你说不是 发到明年某一个年期 就不再发 那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突然之间利息的开支 是会很大 那年的财赤可能会去到很厉害 那你就迫着要不停发 其实这些东西就好像 像抽鸭片烟 那样 你吃开 你就已经是没办法停止到的 最好就是不吃 不吃就好地地 吃开就没得停 只会越发越景 就发到无止境 他就说得好像很鲁定 就说在全球而言都是低水平 我想请问陈茂波 波哥 是不是 有个花名叫做劏房波 现在可能要改做简泊房波 你那些高地价政策 如果不能维持 我想请问你在哪里 拿到这么多收入 到最后 是不是又要向市民开刀 我想请问 你没有收入 这个高地价政策 不能维持 那你就要在其他方面 增加收入 那会不会打市民主义 那个税率 这个入息税 会不会增加呢 另外就是说 有一件事 我很不乐于看到 就是会不会搞去研究 这个消费税 如果会又是无止境 初期百分之三到最后一定 就是去到两成才封 你只能够搞这些东西 就来到去向市民开刀 增加收入 我就是想请教你 你有什么奇招呢 当然他也不会说 他也不用说 因为他任期 做多两年左右 就收工了 有什么呢 就下家庄 下关人物是四个大志 你做事是否负责任 作为一个司长 要长远规划 你也懂得长远规划 土地供应 人家告诉你 梁振英 告诉你 公共愈求 不是我说的 梁振英说的有说服力 是吧 所以 我就觉得 以你这些 观念来管理公共财政 没人走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